迎接冬五节廉价防疫大考验 卫生局在花莲和玉里车站设置的快筛站 要做第一线的快筛把关 玉里警分局也紧接着配合在车站外举牌告示 呼吁乡亲不要逗留赶快回家 而在这四天连续假期 非必要也请大家待在家里头和家人团聚就好了 不要跨区跨线市移动 有可能会造成防疫破口 做完快筛的乘客一出站 手持防疫标语的玉里警分局远警即刻上前 不厌其烦地向家宣导防疫 避免防疫出现破口 而远警激紧的防疫宣导 令返乡乘客倍感家乡的防疫温情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喊出了端午节 暂时别回家 留到中秋节再团聚 呼吁大家疫情严峻期间 尽量避免跨线移动 降低疫情扩散感染的风险 然而花莲仍有一两成的乡亲 乘扯返乡 县卫生局也分别在花莲 以及玉里站设置了快筛站 做第一线的把关 而玉里警分局则接着配合 在站外举牌告示 加强第二线的防疫宣导 双管齐下守护地方的安全 端午佳节将至 花莲县政府在玉里火车站设置快筛站 乘车民众务必主动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玉里派出所将至车站举牌 向民众执行防疫宣导 呼吁返乡民众应尽速返家 避免在室外逗留 廉价期间建议民众非必要不外出旅游 减少跨区移动 防止疫情破口 玉里警分局分局长陈卫文表示 廉价期间也将持续针对 辖内亦引起群聚感染的场所 实施宣导及稽查 防止疫情扩散 也请民众共体时间 同岛共计迷在意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